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济屯是什么呢 白济屯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精种 被人类消灭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知道它比大熊猫还珍贵 白济屯在长江水域里生活了2500万年了 这么强的生存能力 就今朝毁在咱们手里了 一直都没有 绝在咱们手里了 不是 现在还是这么说 现在就是说 还在寻找 还在找 还有希望 但是呢 就是1997年找着了13头 98年找着4头 99年找着4头 而生物学上有一个说法 一个种群呢 数量少于50个 它就灭绝了 因为它不能再繁殖 不能繁衍 要不然就近 那么多了 当然现在照国际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50年你没发现 才可以宣布 这个物种在地球上 是绝种的 灭绝了 但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 这被赶伤啊 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插错的话 好可爱 我十多年前应该是吧 见过他 我到长江那边去采访 白济屯 唯一的一个人养着的 叫琪琪 他也已经死了 当时这个琪琪啊 拖上来的时候 那个渔民弄上来 两个那个大钢钩 天哪 钩出的这个伤痕 另一头已经死了 然后这科学家 中医结合的方法 给他治好了 治好了 但是你就看 我们只有这一头 只有这一头 慢慢长大了 一到花星期 春秋两季啊 某些部位变红 然后就是那个 就找伴侣啊 就跟咱们没女人一样嘛 那个生殖器啊 就撞那个池子壁 啪啪啪 他就急着要找 后来终于呢 找着一小女孩 叫白济屯呢 小女孩 小女孩呢 还主动调戏他 但是呢 讨厌的是 这小女孩还没发育成熟 还没发育 所以虽然小女孩主动的哈 向这个琪琪求欢 可是这小女孩还没发育 还没有生育能力 后来小女孩死了 哎呀 琪琪就这么一个老光棍 前两年终于也完了 一遇而终 这就是 这次说你在长江里 你又找不着 所以啊 所以我觉得 我真是觉得有点难过 他现在这个就是死亡的这个原因是 是因为对长江的什么改造 或者是 人家外国专家说 说长江里都没什么浮游生物了 就说没见过长江水 污染 长江水的环境太糟糕了 长 每一个城镇 沿江一个城镇 三十公里的污染袋 哎呦 你知道吗 当然跟三峡工程有关系 截断了他这个鱼类回游的这个路 他的食物就少了 就是说生存的链断了 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们说有一白鸡屯 咱有一小标本 他的妈妈被发现的时候 脑袋没了 被船的螺旋桨啊 可以搅了 悬没了 所以人家这说呢 在长江上 颇阳湖那个路段 这专家外国专家叫鼠啊 鼠了之后不敢鼠了 一公里之内十二艘轮船 一公里的江面上 十二艘船 就是我们人类 这个用到这个程度 这个好多这个白鸡屯呢 他根本就是撞死的 而且再加上人为的打捞啊 杀呀 这个东西 最近不是在报道 北极熊也是吗 其实也是瀕临绝肿了 因为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也是因为地球暖化 那地球暖化 其实很多的是人为的因素嘛 所以大家其实 现在对于自己的环境 不管是小动物 还是人自己本身 人也是动物嘛 你也是在这一个大环境里头 所以很多人开始忧虑 最近我就做了一则报道 在我的节目上面 然后我就念了几个 因为刚刚文涛有讲 我在绕地球跑 我曾经去过世界上 这么多的古迹 然后这么多很漂亮的风景啊 等等 像马尔地夫 你们叫马尔代夫 在不久的将来 他整个海岛就会沉默默 就没有这个地方 是 我去吧 就是因为他们说 50年后就没了 就没了 然后比如说像是最近 我看到一篇说 2050年台北市会整个就没有了 就会找不到这个盆地了 那将来还会有 怎么统一啊 没了 以后大家不要 上海是多少年之后 也是一片汪洋 所以你说 其实现在大家在担心 究竟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在改变 我们的环境 来得及来不及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其实能做些什么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谈的不是动物 是这个环境受到迫害 其实我们人也是 有一个环境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 人类为了让自己 生活得更美好 所谓的更幸福 有更多的 咱们不断的是 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 扩大我们的生存环境 来改造我们的环境 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 我们在创造我们的 空间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同时 在扼杀我们自己的 生态环境 所以谁来决定说 这个事情到底适不适合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 一定要要正 这所谓的这样子的环境 来来立合自己 假如说没有做 这个工程之前 你不能活吗 你活得下去吗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很多的 欲望 你知道吗 根本上都是欲望 而且就是 他们说渤海也完了 渤海那个工业污染 本来好好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是欲望 我收到过好多来信 你有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环境 好多农民投诉 这个村里 搞这个企业 往往是一些重污染 化工厂 五金野炼 还有什么迁 有很多农村 叫土地被毒化 土地都毒了 不涨庄稼了 河里的水也完了 农民都得病 但是农民给我写信 说这村企业 这村干部 他办这个厂 污染了我们这环境 他赚了钱 他们家到别墅 弄别墅住起来 他不住在这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种粮 种菜 是大量为了让粮和菜 弄得长得更好一点 茁壮一点 接着果子更大一点 是大量的撕发回 那个化回撕下去之后 是那一季是长的 化回 但是最重要是 那个土地 土地本身的土质 被破坏 永久的受伤 永久的受伤 这个是所有人都不考虑 我们都考虑眼前利益 所以现在我觉得 已经到了要检查 所谓看不见的手的 那个经济规律 你知道吗 因为看不见手 是鼓励你自由开发 鼓励你不断地 开拓你自己的资源 你开拓最后 你伤害的是谁 你环境都没有了 你人生活的能快乐吗 你快乐不了 其实讲到这样 好恐怖的部分 我就决定 我是聪明的 我绝不结婚生孩子 对不对 不要让我的下一代 在这种的环境当中 受到涂害 没错 对不对 据我对动物学 人类学的研究 我跟你说 连你有这种冲动 都是人对环境的一个感知 是人本能里的 对 有的物种 如果觉得环境 不适于他的子孙生存了 他会有断子绝孙的这个本能 这也是一种本能 王老师 这种本能也体现了 我最初是因为是生存问题 就是你觉得 你没有足够 目前让孩子幸福 你觉得你要 你要有一个 养一个宝宝 你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钱 你能让他幸福 但是那个时候是 最初是这个 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你讲的 是也不完全是潜意识 就是我明明中就觉得 首先我知道人类是 这个地球是有寿命的 地球是肯定有寿命的 这首先想到地球 它有一天会爆炸 有一天会被 那轮不了你儿的 对 是轮不了 但是你现在再往细下里一想 就是你突然发现周边 所有的环境是不对的 你吃了所有的食物 很可能就发挥 很可能就被污染 这是第一 第二 有那么多的暴力 咱们经常看报纸上看 那时候经常我会想到自己 如果是我的孩子呢 你看某个孩子到幼儿园 突然被爆出给绑架了 完了爆破都杀了之后 给你家打个电话 如果你想 你在这个角度想 这个社会充满了 就是从人为的这种不安全 和生态的不安全 猪禄鼠内造成了 你就觉得这一身苦难 而且我们已经在承受苦难 不能给下一代再带来苦难 算了 就让他就不要 不要健身于世 我听过好几个人都这么说 我都觉得他们真是目光远大 好像我们闻到 也是啊 是觉得这个世界 越来越变得这样的情况 我们能保证我们的孩子 有好的生活吗 有好的环境吗 对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要孩子呢 而且自己不能控制的环境 是更恐怖的 所以现在 即使孩子长大了 上大学 上什么重点中学 这所有东西都要走各种路子 塞各种钱 说真话 这所有的东西 你一路想下来 你发现 不但孩子受难 你也在受难 所以王老师现在公布得忧郁症 咱们去一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过去说这个 有维摩结晶 或包括我记得王阳明 也讲过类似的意思 那家一说一说话 我觉得跟咱不是一个人物 就是说我病了 为什么我病了 天下病了 我的病是因为天下 这个世界病了 其实有时候 这也可以当成忧郁症的一个解释 就你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人心打打的坏了 就什么都 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东西 具体反映在某种很敏感的人身上 甚至某种 有些人心中还坚守着某种价值的人身上 他容易拧巴 我觉得你就是这么忧郁症 对 你看我现在特别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特别不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 尤其是party 就各种演艺圈的party 所以你说的名字就像不常去的 party 它叫party 对 念的比较深 就那个是你看到所有的人 就你恍惚间觉得所有人的笑脸和客气都是一张面具 就你恍惚间他们都戴着面具 像是一个化妆舞会 就像是一个大家都化了妆 大家都说的都是睡头八脑的话 这个你不行 最重要是有一种恐惧 就是你真觉得在人情中你是不安全的 因为你就发现在这个之前 我在这个之前做了很多事 你发现大量的事 你是很有诚意去做 你也很有诚意去说 而且你又很诚意 可以大家建立一个很真实的关系 就你有什么都能提 但是无形中把很多人得罪了 甚至很多人给你刨了坑 把你埋了 诸如此内的现象都造成了 就你突然发现 这个环境 首先在咱们生存的环境 有这么多不靠谱的食物有毒 又是这个病菌 咱们说那是又讲这个什么SARS 所以资讯多了也会造成恐惧 这就你看 现在不要孩子或者选择单身的 大量的是高数字的人 你没听说农民要单身 你没听说农民不需要大量的要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 首先他们对社会的责任相对会淡一点 第二他社会资讯他相对会弱一点 他就认为传统观念 就是多姿多福 他就延续下来 但是高智慧的 不能说高智慧 就高知识的人 他首先已经像我们一样 我们用我们的敏感感触到 人身来是有苦难的 就像沙特说的 他人是你的地狱 就是每个人都是你的地狱 对 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可靠的 我觉得你是病了 你这种病符合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的 现在在世界各大城市 出现一种叫社交忧郁症 什么叫社交忧郁症呢 比如说你们俩出自相识 我介绍你认识 你就特别局促不安 觉得这个不行 一到了有陌生人的场合就不行 当然我们一般都有点害羞 可是呢 他这个是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比如说一到哪 说吃饭 只要有陌生人 就是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就不下去 好像梁草伟也是这样 虽然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但是他到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 然后这么多陌生人看他 他还是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然后一定要抓着刘嘉玲的手 这样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不管是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面 但是你心里的那个恐惧跟压力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别人对你越多期待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越害怕 我是觉得 我最近忧郁是很大的程度上 是我在总结 就是好像我 我过去一直对自己做人的方式 我还比较自信 就是我不爱撒谎 我不想做个虚伪的人 我要很真实的活着 而且我要拥有一份信仰 现在所有的 就是整个的一路走下来 到青天 你突然发现做的很失败 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潜在奉行的价值 和你心中所要奉行的价值 发生严重的 你小时候是个快乐的人吗 小时候相对比较快乐 就是特别高高兴近 所以今天说怨坏了 对 有时候知识是对人是一个伤害 这个伤害是你懂得越多 你懂得越多 你会 你造成的恐惧会越大 你又觉得所有东西 你又觉得所有东西你是抓不住的 就你知识越多 你发现你要够的 很多东西你是不解的 你是要不断的去了解 我倒觉得我没有你这种问题 但是我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跟现代工业发展有关系 比如说我最近听好几个人说50年 有人说50年世界末日 研究政治的人说50年大战 是吧 说这个等等等等 都说是50年 但是都是悲观的事 悲观 就是说要灭亡了 要完蛋了 有一点 就是现代的城市生活 或者说这人类从古代到现代之后 好多事 你没想到 你比如说有个叫本雅明的 他就很敏感 他说 现代人的某种体会 你得想到古代人不是这样的 比方说在巴黎 在任何一个大都市 你每天上街 你没意识到你的心里 在要承受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你要碰见上千个陌生的面孔 从你身边擦身而过 你在大街上走 你进地铁 那么多的陌生人聚集在你周围 你大脑都必须快速做出反应 但是古代人不是这个方式 古代人在村里出去都是熟人 都是让他安全的 他不需要这么不断的快速应变 你像本雅明就认为 这就是现代人的 他这个倒过来又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城里人 他是一种疫民状态 我们说为什么疫民状态 就相对于乡村的人 因为抬头部件 低头件 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认识 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生活细节 你必须在规范中 因为大家都认识你 你不能做违反这个规范的事 一旦违反这个规范 相归名约就要谴责你 你就被这个集体所排斥 人都有一个合群心理 是不需要被群体排斥的 但进入大都市 因为面对的都是陌生的面孔 每个人都疫民 你不知道他姓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 人获得了自由 可是现在 我们是前段时间 咱们说有佛罗里德学派 那个是佛罗姆 还是谁写那本书 叫逃避自由 就当自由给你很多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不会使用自由了 就自由给你很多 你无从选择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是茫然的 而且就是说 有些心理压力 是人为的 就是整个这个 现代生产方式改变了 导致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心理状态 我倒没有优异症 我就跟王老师 我就交流 而且相反 我觉得我的心情 太平静了 不过最近我明白了 其实不是平静 是呆滞 我觉得我呆了 你明白吗 在我就算是给凤凰毁了 我跟你说 我就算是给在工作 玩残了 我跟你讲 我在私人生活状态当中 现在不工作的时候 我是个什么状态呢 失魂落魄 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 这朋友们都知道 你以为你看我在节目上 很能说是吧 朋友聊天的时候 说一 你刚才说什么 我不能做出准确的反应 我跟你讲 有点像我的大脑状态 有点像什么呢 跑完3000米之后 那么一个状态 你平静吗 没有任何 不会生气的 没有喜怒哀了 这种情况 我在这里 十种最有意思的中国人里面 找到一个很像你的 最轻松的中国人 就是弱智 你那个时候是没有反应 实际上是一种弱智状态 像是跑完了3000米 有点眼神发呆 记不上气那种 你知道吗 但是你觉得人本来 应该让自己保持一个什么状态 随时都有聪明劲 你像咱们 我现在逼的 有点聪明劲 都得在节目里抖机里 你明白吗 使得你被过度这种工业开发 做媒体工作者 就是常常因为会觉得空虚 是肚子里的东西 不断被挖完了以后 就觉得资讯恐惧 没有了 我跟你说 因为什么呢 我不光是为我自己说这个话 我发现跟我同类的有一大批这样的人 他们在工作当中高度集中精灵强干 你以为他在生活中一定也是个很灵性的人 不是 你看呆子 我发现好多这样的人 就是被现代的工作密集的这种工作 咱们国家还大国呢 就是都快好省 就弄这个 使得某些工作上的人员 在生活中 其实已经出现了弱智的 弱智的状态 我觉得可以把它这个命名为一个木间休息 因为它的工作状态中是过度的挥霍 就是超量挥霍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对 包括自养 那么这个下来之后 它会人都有 人的神经有自动保护机制 对 它可能自动把你保护了 先把你平地下 没错 给你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 现在的人其实老师说起来真的也很悲哀 因为在不断的竞争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要生存 我也要生存 那就像一个公车 对不对 比如说每一个位子 每个人上车以后 他都要找那个位子坐 有的时候迫不得已站起来 我要让个位 其实心不甘情不愿 虽然老太太 这是社会上教导的 但是那位子是非常有限的 没错 这就像那天段子说的 拉登派一个恐怖分子来炸咱们公公汽车 结果没成功 因为挤不上去 而且还有 被子太紧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秀源有时候的感触 刚刚其实特别在广告的过程当中跟两位聊聊 说现在大家都写不写日记 然后王老师就讲说他一定写 文桃我不知道 你写吗 我特殊的日子 有些罪行需要记下来存证 像我呢 我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头特别有感受的时候 我写一写 而且那个东西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我知道 因为平常像我 大家看到我都很开心的什么 老实说我贼笑 其实 但是因为在万人不熟悉的面前 当然是这样 那自己心里也有话 我写下来之后 我就觉得不对 不安全 因为万一要是我家遭小偷 那个小偷偷了我的东西 以后就会卖给报社 报社就会公布出来 大家都会知道我的隐私 我的什么 所以我就拔私了 就拆了 所以我的日记本都是这样撕的 一页一页一页的 很奇怪 我就觉得心里对自己都没有安全感 我当年 我写日记几年前 我在电脑上写 而且你说电脑 它那个文件能设定密码的 你知道吗 但是最近我发现全打不开了 因为密码我给忘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写的都没了 你也不要以为很保险 因为现在这个什么联邦调查局 情报局 那个软体 你扇子再干净 它都给你找回来 就是它那个黑客 就是黑客 对 它是它完全可以操控你的电脑 你只要开 哪怕你不开机 它都能进入你的电脑 他们我一个朋友 就是让别人试验的意思 他就进到你电脑 把你所有文件给弄走 你的密码没用的 密码是很容易解的 你密码无非是输了点数字什么的 让他们给我拉了个机器来 迅速的往上一插 就撤出你的密码是什么 不存在保密 所以人其实是没有秘密的 今天是没有秘密的 今天尤其进入了网络时代 你说将来这个摄像头 咱们说咱们国家北京 说北京到处都有摄像头 没错 前一阵广州那边说搞好治安 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 就是达到全视频 所有的角度 角度都能看得到 其实在美国有人讨论过 这当然对治安有好处 但是另一方面 国家控制人民 你说香港那是哪个明星 不是在那么高楼 面对的是大海 是三十几层楼 二十几层楼 他们两个之间的男女之事 都给人家拍下来了 正在琢磨怎么拍的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其实现在人 你真的不要想保守秘密 你说我不写 我也不讲 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秘密 来催眠 对不对 然后一旦催眠不成 没关系 你总有天会老 你可能会有老人痴呆 然后老人痴呆 你会说梦话 对不对 所以人其实是没有秘密的 但你别忘了 这是你因为你是有道德操守 所以你害怕秘密被曝光 但是我前两年 前两年看到一个法国 一个政治家 把他和他老婆 包括和他情人的所有的 包括他老婆自己的 所有跟情人的那种 我们说从道德上 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事 他全部出版了 成了参销书了 这他也蕴含着未来的社会 我会懂秘密 我跟你讲 王老师 你说这个我还有感触 按说人活着最痛快 照我以为 就是事无不可对人 对 大丈夫 我干了什么事 比如哪怕我去飘了枪 没什么不能跟你说的 但是问题在于 有些时候 我的某对隐私 不能跟你说 是因为你不懂 你不能理解 你会引起误解 比如说我的某些观念 为什么我不在电视上说 因为很多人 你还不是持有这种观念 我没法 我要跟你解释清楚 我跟你解释一天 你才能理解我 你也会认同我 但是没有这个功夫 其实很多隐私 是这样被保密的 不是说怕你知道 也不是说见不得云 是你们不能了解 就好像对父母 有些事 你为什么也不能说呢 而且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是我的事 真的不用麻烦你了 对不对 你也不用把我操心了 只是我个人的事 对 所以有些人跟我们